这天清晨 一个身材妖娆的女人来到了阿辽的床前 只见她从高叉的裙子下 掏出了把枪 并对准了床上的阿辽 就在这时 阿湘日常的来叫阿辽起床 但今天 开门竟然是一把手枪 不仅如此 对方还打开了击锤 吓得阿湘大叫 当击锤被打开后 阿辽瞬间做出了反应 但让阿湘纳闷的是 这两个人 好像认识 而且刚刚那好像 只是个叫起床的方式罢了 所以她大声地质问 你是谁 为何突然逃枪 阿辽则解释 一个朋友而已 这个朋友 让阿湘紧盯对方 女性 还是个这么身材爆炸的朋友 但对方则笑眯眯地称呼阿湘为 新助手小子 甚至还一脸无奈地询问阿辽 这种小子 有用吗 当阿湘再次地火冒三丈地 声明自己的性别时 又多了一条 脾气暴躁 一生气 随即呢 话锋一转 他化身知心大姐姐 还没交过女朋友吧 要不要姐姐教教你啊 可以说这第一次的会面 第一次的交锋 阿湘是玩伴 当然玩笑开完就该说正经事了 对方要再次见识一下阿辽的射把 而一听这个 阿辽是一脸的正经 因为他的枪是随时被战的 结果是 虽然阿辽他用脸量了鞋子的尺码 但也看到了那一闪而过的蓝色 看着他们两个人是这么的熟络 阿湘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哪知道这位野上雅子 竟是警方调查课的女太员 在楼下的搭巴场里 雅子的射击水平是相当的高 基本都是十环 随后是阿辽登场 第一枪正中靶心 十环 阿湘在一旁是笑开了花 但接下来的五枪 阿湘他笑不出来了 脱靶了 但阿辽竟然还说状态很好 五发不中竟然还是状态很好 但奇怪的是 雅子也在称赞好枪法 六发全中靶心 阿辽开始嘚瑟 十米而已 不算什么的 这个时候菜鸟阿湘才知道 刚刚那剩下的五发 全部都打在了一个位置 心疼阿辽啊 自家的小搭档 是一点都不了解他 既然如此 就有资格接受雅子的 这次委托了 而又一次 阿湘被震惊到 警察竟然来找阿辽啊 但是呢 这次的阿辽竟然端起了架子 可惜雅子很了解他 预判了他的决定 所以一同前来的 还有教授 阿湘礼貌地拿过了一把椅子 教授指出 前几天你曾查看过 警察厅的电脑 所以在这一次 就是交换条件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委托你也行 很无奈 欠人情是需要还的 阿辽只能答应 但他那友好的身手 被雅子直接打掉 而接下来就要谈工作内容了 但是呢 不是在这里 而是要去会场 洛奇西亚王国宝物展览会场 刚巧他们今天举行了招待会 就这样 阿辽和雅子二人盛装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阿湘 一就是陪衬的一个 期间雅子也解释 这些艺术品过海关时 是不用检查的 所以就有人看中了这一点 将军事机密藏在里面 运到日本 这里作者吐槽 日本人称间谍天堂 然而说到了军事机密 阿辽又开始动手动脚 结果就是一个崭新的巴掌印 这次有人将洛奇西亚的 最新武器的设计图的 微缩胶卷 藏在了这次展品的 最贵重的那顶皇冠里 而他就是此次的委托 雅子希望阿辽帮忙偷皇冠 又一次作者吐槽 这不是猫眼 你找错了人 雅子连忙解释 那顶皇冠它有特别的装置 如果展品柜达到某种程度的撞击 就会将整个展厅的地板接通电流 而听到这儿 阿辽再次吐槽 真刺激 越来越像猫眼了 雅子接着解释 想要解除机关 就需要将那个接收器破坏掉 而这就需要阿辽的设计本领了 阿辽他觉得 这就是小事一桩 并说 以你的能力也能办到的 但是展品所用的 它不是普通的玻璃 那是特殊塑料夹树纸夹层 所做的防弹玻璃 而这就需要像阿辽这样的神枪手 就在二人有说有笑的商量时 前边是一阵骚乱 阿湘 倒霉的他竟然被挟持了 其中一个墨镜男孩掏出把枪 目的自然是为了现场的藏品 这里吐个槽哈 就是手法多少有些粗糙吧 但想想看又觉得没办法 毕竟北条四世刚刚转型 这种硬伤的桥段 也算是无伤大雅吧 这里呢 阿辽他们两个有些担心 因为这两个劫匪 他并不知道机关的存在 搞不好现场所有的人 都会被电交的 所以牙子直接的 走向了持刀的劫匪 而接下来的操作 就算是骚操作了 他主动要求做人质 以自己替换那个男人婆 看着那大长腿 劫匪选择了遵循本心 而牙子也兴高采烈的说 好惊险 很刺激 早就想来一次人质的体验了 还说自己的心跳得好激烈 并说想不想摸一摸 阿湘在一旁急得 让阿辽想办法去帮忙 哪知道这家伙 很想去帮那个劫匪 这里应该是阿湘第二次 出现这一百吨的大锤了 对于自己同伙那现眼的表现 眼睛难很不屑 他表示要是自己的话 只要是人质就行 而就这样 他的人质出现了 娘生娘气的阿辽扑了上去 过去之后呢 手脚都开始不老实 在对方被吓倒后 阿辽直接来了个吸顶弹 然后一记肘击 这两下是一气呵成 发出的响动 也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 随后牙子动手 他手中的匕首转了一圈刀花 精准地划破了劫匪衣服 而不伤到皮肉 然后就是这幅明场面 而这呢就是小伙伴们戏称的女武神 她的初次登场了 这把枪我查了下资料是大蟒蛇 可以使用0.44特种弹 0.44马格南和0.45克尔特长弹 而且最后海员出场时 用的也是这个型号 阿辽的配枪是巨蟒 装填的是0.38的特种弹 和0.357的马格南 枪管的长度是4英寸 行了 课布完毕 咱们回到故事 这把大蟒蛇一枪就打穿了防弹玻璃 但由于这种防弹玻璃可以吸收能量 所以就成了这样 玻璃上留一个弹孔 但子弹在穿过时 动力为0 只能落下 然后这里雅子调侃阿辽时 提到的这个派森 抱歉 我不清楚是谁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给大家长长见识 这时啊 一旁一直做陪衬的阿湘发话了 对于自家的阿辽 在外人面前他是力挺 那种防弹玻璃 在阿辽面前只是小儿科 因为阿辽可是一个一发命中的男人 可惜啊 在阿辽那此枪非笔枪 然后第三次大锤出现 这玩笑开完了 实际上阿辽确实是可以通过弹孔 瞄准到那个感应器的 但雅子他说出了真实情况 要避开展览室的电流感应器 只能在入口 这时阿湘还没有想到 这有什么可困难的 毕竟中间没有什么障碍物 然而实际情况是 阿辽他可以保证15米内 一发命中 但入口到皇冠处 可是有50米啊 是你极限的三倍 确实啊 不管枪法多准 弹道也会有稍微的偏差的 而且50米 就算是阿辽自己也很难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但是啊 阿辽他开始正经的起来 他说自己可是专家 还是有其他的办法的 那就是火箭炮轰烂他 这耍宝虽然引来了二人的不爽 但他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那就是报酬 报酬啊 而且还特意提醒雅子别装傻 上次欠着的还没还呢 听到阿辽这么说 雅子说没问题 心就一起算 但是要完成任务后再说 既然这样的话 阿辽也提出 假如是任务完成后再支付的话 到时你就算是说不够 自己也不会多加给你的 雅子呢 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问 是什么意思 阿辽是答不上来的 就这样 这个女狐狸笑着和阿辽约好 晚上见 阿湘他很意外 因为这个女人 似乎能将阿辽吃得死死的 而说到这儿 阿辽开始诉说了自己的血泪事 帮那个女人不止一次了 但他老是利用自己 当初被他雇用为保镖时 就硬是让自己做了很多合约以外的事 结果呢 结果他将自己抛弃在喜马拉雅深山里 说好的报酬也没了 但是虽然遭到了如此的待遇 阿辽他依旧执迷于报酬 虽然之后同样受到了欺骗吧 这让阿湘很奇怪 到底是什么报酬啊 但阿辽的一句 一点都不恨他 和他那诚实的身体 让阿湘明白了一切 他手里的大锤也在唇吹欲动 晚上展览会所里是戒备森严 但牙子却说没问题交给自己 但正说着有了状况 在这种地方竟然也有人过来巡逻 二人的反应也是迅速 那情况将这个大汉地下出了兰花纸 然而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阿辽所期待的 但面对着有些火大的阿辽 牙子一句 任务完成后就比什么都好使 随后二人钻进了通风管道 但是在后边的阿辽 手又要不老实了 可惜前边的人十分地了解他 不小心脚下一滑 恰巧踩到了准备手滑的阿辽 但阿辽是谁啊 过不了手引也要过过眼影 就这样二人离开了通道 来到了会场的入口 接下来就是阿辽的表演时刻 他将要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随后他掏出了一把意料之外的枪 史密斯维森的41口径的型号58 关于这把枪我费了老半天才查到 它是64年退出的 但是在77年就停产了 而且一直被圣安东尼奥和旧金山等 大型的警察部门所采用 但阿辽他这支枪是特别的 因为在机械大量生产枪之时 有时候会罕见地诞生出 精准度特别高的枪 而且还是即便是高级工匠 也造不出来的那种 而这一千支枪里出现一把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就有了那么种说法 叫千里挑一的枪 说完他便一枪射出 这一枪也正如之前实验的那样 子弹被吸收了动能 在掉落的一瞬间 整个房间的地板电流被出发 随后阿辽再看一枪 这次精准地穿过了之前的弹孔 将里面的感应器打碎 房间里的电流消失了 而牙子快速上前拿起护照将宝石敲下 里面就是此次的任务 那个微缩的胶卷 这时阿辽笑了 因为任务完成了 是时候偿还为父亲的报酬了 这里袁哲夫的画风用在这儿 竟然毫无违和感 看着有些精虫上脑的阿辽 牙子只能说还未离开这儿 但阿辽等的就是这句话 也就是说可以偿还了是吧 但在逃走之前 需要用一个吻当作顶巾 这时候牙子突然不再紧张 因为一盏灯照亮了整个大厅 门口是一群核枪实弹的守卫 而且一个个全部是子弹上堂 这个女狐狸她少说了一条信息 展规被打开后的一分钟 警卫就会赶来 没有人可以在那种情况下逃走 也正是因为牙子一个人跑不掉 所以才要顾龙阿辽 只能说阿辽又一次的被爽了 《城市猎人》一共是32卷单行本 一共是336节 每一期都有这样的例会 如果出现精彩的 我就多唠一会儿 留出给大家欣赏的时间吧 毕竟现如今大家在想看这种写实派的话 只能去看本字界的十六页了 但她也只是身材匀称接近真人 脸形是真的不行 当然这个不行指的是和这里下比 在这栋大厦里 笑眯眯的牙子和无奈的阿辽被戴上了手铐 来到了一间豪华的房间里 这位大使和一旁的翻译是窃窃私语 翻译说 由于你们的盗取是本国贵重的王冠受损 所以按照本国法律要将你们送上断头台 看着大使那一脸的幻笑 阿辽解释 这里是日本 应该将我们带去警事厅才对啊 然而又一次的 两个人凑到一起嘀嘀咕咕 随后翻译说 这是洛奇西亚内部问题 所以立刻送去大使馆那行刑 而且大使之所以会那么的高兴 是因为他好久没有看到这种刑法了 突然一双大眉腿 牙子很自然地坐到了大使的腿上开始色诱 急得他脱口而出 询问什么时候打开的手铐 原来这家伙他会日语 一旁的翻译急得大喊卫兵 当他警告二人放弃抵抗时 这两个家伙竟然自己又戴上了手铐 搞笑地反问 谁抵抗 谁无礼了 不一会儿楼顶的直升机启动 这两个家伙要坐直升机去大使馆上断头台 阿辽他再次吐槽 和你在一起绝对没好事 现在的两个人就像是航空邮件一样 而且就这样了 那位大使还让翻译出的话 气得阿辽大骂翻译装算 你就是自说自话 总之二人被警告 假如乱说乱动 后边的护卫攻击机就会将你击落 那上边可是挂着导弹的 所以啊 大使说 无论如何你们都是要走向死亡的 这里 牙子的Q版脸型真的很可爱 随后直升机升空 下边的大使笑容也很灿烂 简直就像虐待狂一样 不过他似乎只是将二人当成了小偷 他不知道关于胶卷的事 但是二人现在的状态 阿辽说 有些丑陋 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武装直升机 而且他们竟然开火了 发射导弹将护卫的直升机击落 这是二人身旁的大胡子发话 因为接下来你们要去的地方变了 他很清楚这两个人不是普通的小偷 他知道对方知道自己这边的计划 他们偷了王冠中的微缩胶卷 原来真正偷运胶卷的人是他们呢 他们是洛奇西亚的叛徒 一群中宝四囊的家伙 为了钱 哪怕是将祖国的重要机密卖给国外 也在所不惜 看这二人很了解情况 所以大胡子审问 你们是谁 脚卷在哪 当听到一会儿就到隐蔽地点后 牙子笑了 身旁非常了解他的阿辽知道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自己真的是被他充分利用啊 不知过了多久 直升机来到了所谓的隐蔽地点 当飞机降落时 副官带着一群士兵严阵一旦 然而门开了 一双美腿出现 这景色的确是美景 以至于士兵们的眼里 只有美景 而忽略了那个机枪后的男人 但副官面对阿辽的 将枪扔掉的威胁是不管不顾 反而下令手下射击 结果阿辽是先下手为强 题外话 我根据图片查了一下 由于我不是军迷 所以这架直升机 很可能是黑鹰 而阿辽所使用的 可能是伯拉宁的M2重击枪 当然可能啊 毕竟对于这些东西 本人是纯外行 只能通过简单的图片对比 假如有误 见谅哈 普通士兵们都被打倒 唯一站着的副官 要来一场男子汉的对决 可是阿辽却悠哉悠哉的说 让你先动 副官虽然很不爽 自己被看清 但还是眼睁一带 可惜啊 在美式聚合下 没有人能快得过阿辽 而且阿辽不仅是快 他还很准 他的子弹精准地打中了 副官的手枪 这才叫一击即中 因为他竟然把子弹 射进了对方的枪堂里 这神乎奇迹将副官惊呆了 当他问到你是谁时 阿辽自我介绍 人称心肃种马 又名尝试猎人 任务完成了 阿辽觉得可以回去了 接下来交给警察就行 哪知道 牙子却说 他想静静地在这过一夜 在躲过阿辽的拥抱后 他来到了副官面前 他想知道对方的首领在哪 而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可是这副官还想挣扎一下 他表示自己的嘴很硬 但当他的手指缝插满了飞刀后 他立刻变脸 并快速交代 首领不在 要明天再回来 就这样 牙子笑眯眯地道谢 然后邀请阿辽 在这住一晚 可是住在这 不在合约规定里 阿辽要回去 但是呢 牙子的依据 这里很安静啊 可以度过一个二人世界啊 听着这话 阿辽还在挣扎 他知道 那个女狐狸就是个骗子 牙子再来一句 一个人很寂寞呀 然后就出现了 躺客走的阿辽 上半身知道 对方是骗子 不能被诱惑 但下半身 却不听从理性 遵从本性地 跑向了牙子 的确 这姿势真的很恶心 硕大的豪宅里 现在只剩下这两个人 所以阿辽他来了兴致 他要制造一场 难忘的回忆 可惜呀 牙子却说 忙了一晚很累 并特别强调 要独自睡 掩盖牙子又要返回 阿辽他急了 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现在要立刻支付报酬 之后自己就要离开 这个鬼地方 但牙子还在拖延 晚上是要好好休息 然而这一次 阿辽他很清楚 他这么做的目的 只有一个 他要将自己 留到明天晚上 然后又会提出 新的要求 抓住那个首领 你这次任务的 真正目标 就是他吧 没想到 牙子竟然大大方方地 承认了 并说你现在才明白 真是笨得可以呀 既然话也说开 阿辽直见了挑子 自己没那个责任 看着这样的他 女狐狸开始了表演 他以退为进 为自己的说谎 和将阿辽拖进来而道歉 并说接下来会自己应付 但即便是阿辽明知 他的表演 也只能大叫可恶 今晚会留在这 牙子假装兴奋 而阿辽呢 也假装正经 二人的对话 虽然是情义绵绵 但一个心里骂着骗子 一个心里则想着 歉机行事 突然一阵声音传来 打断了二人的表演 那里是囚禁副官的房间 进去后发现 副官并没有逃离 只是一旁的电台 在滴滴地发出声响 原来这是例行联络 对面就是首领 假如不回答的话 他会起疑的 而且还规定 只有副官自己 才有资格回答 说到这 副官是一阵冷笑 然而当他听到 只有他能应答时 阿辽开始登场 要知道他可是口气专家 这里北条斯的这个搞怪的 头巾上边的字 我费了半天用谷歌翻译 是日本最轻之人 可能不对 希望懂日语的朋友 帮忙翻译一下 谢谢 阿辽用着副官的声音 在一通的胡扯 他说由于那两个家伙逃走 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但刚刚已经镇压中 并说期待明天首领您的驾铃 哪知对面却说 明天有事去不了 但是今天可以将那个女人 送到自己的宅邸 而且只要女人 不要男人 那个男的杀掉就算了 没办法 阿辽又说直升机被破坏 他在想办法的拖延 可惜对方却说 会直接派架直升机过来 随后就通话完毕 这就没办法了 牙子只能自己一个人前去 但阿辽发愁的并不是这件事 而是一会你走了 自己今晚和谁干呢 所以自己也要去 现在的自己已是热血沸腾 怎么可以让他冷却呢 牙子很了解这个男人 虽然很感激 但是这次是不行的 因为你是男人 关于那个首领有个传言 他的府邸 只准女人进出 没错 宅邸里全是女人 就连卫兵也是 这时被绑的副官 也证实了这一情报 还说就连自己 都不曾进去过首领的宅邸 任何男人一踏入就会被射杀 然而在副官为二人 潑冷水时 阿辽却在笑 因为太有意思了 那可是个女人城 那就是后宫啊 阿辽不仅要去 他还想全都要 就这样 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停机坪上 牙子还是有些担心 但身旁 这个毫无节操的家伙 为了去女人城 全然不顾了 以至于从飞机上下来的飞行员 都被这么高大的女人所吓到 听着对方热情的自我介绍 他也有些懵 但也正是由于阿辽 那强大的压迫力 让他顾不得去找副官 就直接要求二人登机 而宅邸里的副官 阿辽也做了处理 他刚刚联络了阿湘 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收拾餐局的 不一会儿 直升机来到了一处隐蔽的豪宅 吃礼日常的吹一波 而这次不光光是吹化工 还包括北条斯肯下的功夫 咱们读者看到这儿 可以说是一扫而过 但是这两幅分镜所下的功夫 绝对是其他的数倍 来到宅邸里里 这里的确如传言所说 都是女人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牙子才担心 阿辽那边 不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吧 此时的阿辽呢 则是两眼放光 满屋子是形形色色的美女 众多美女对他也是十分好奇 因为他这么的高大 还这么的可爱 但阿辽这家伙是不分场合的 他竟然在女装的状态下亮枪了 急得他连忙掩饰 是手枪滑到了那儿 要赶紧去化妆室补妆 这才算是逃过一劫 而此时 牙子这边 他见到了首领 对方是个英俊的男人 而牙子好像还是认识他一样 对方优雅的起身 但接下来的话就不那么优雅了 他直接要求牙子脱衣服 不然就将胶卷胶出来 牙子对于威胁并不理会 反而说你自己动手如何 阿辽这边 他捏手捏脚的在寻找牙子 但宅体太大 房间太多 他也不知道去哪找 突然一个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 幸运的是 他认出了阿辽 并自我介绍 他是这里的忠士 随即将阿辽摁在墙上 不得不说这位忠士摘下眼镜后 非常的美 但是就是这癖好 有点与众不同 牙子这里 面对上前的首领 他掏出了自己的飞刀 但对方显然是极高一筹 不仅能接下 在反手一甩后 更将牙子的上衣划破 可以说 这时候 这两个人的潜入计划 都不是很成功 不同的是 此时的二人 一人是紧张 而另一个 则是享受 为大家多停留几秒 首领他面无表 真的看着牙子 随后是两手一丝 但牙子并没有如同寻常女性那般尖叫慌张 透过他的眼睛 首领知道这个女人的武器虽然只有刀子和美貌 但对于屈辱 他是不会屈服的 所以失去了兴趣的他转身离开 因为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的折磨 他坚信早晚牙子会坦白的 但牙子看着他却有话想说 他不明白这个首领为何要叛国 当听对方说为了要得到王国甚至为了革命 为了筹备资金不择手段时 牙子他更是惊讶 这是不应该的 他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首领竟然是洛奇西亚的第一王子 迟早你是会登上王位的 不提牙子这边惊讶于王子为何叛国 阿辽这儿 人高马大的他竟然被中式公主抱 这里多说句话 这个字是床的一体字 费了好大的功夫我才查到 中式进入房间后将人丢在床上 手上也不闲着 这让阿辽十分的心慌 他提议先去面见首领之后再说 可是现在是见在弦上 中式他很急 但理由也很合理 他的工作就是专门调查新来的 是不是女人 因为会时不时有人女装混进来 就这样在两个数字的姿势下 阿辽被扒光 值得注意的是阿辽此时穿的 真的是女性的内裤 牙子这边首领他说出了实情 他的确是王子 但却不是第一王子 将来登上王位的是他的孪生哥哥 而不是他自己 所以他不甘心 因为两人几乎是同时出生 只有那么一瞬之差 两人就是天壤之别 他得到了一切 而自己尽是所有 他生来就在荣耀的阳光下 而自己只能在暗地里苟且脱生 但现在就是清算这份屈辱的时刻了 他要将所有的荣耀握在手中 随后他捏着牙子的脸威胁道 知道了这一切 你也别想离开这 但端详着他的脸却说 自己不会做这种拉手催花的事 突然有人敲门 门外汇报 新来的士兵性别审查完毕 当听到说还要审查性别时 牙子慌了 然而审查结果竟然是 真的是女人 这让牙子十分的好奇 他是怎么做到的 正想着 扭扭捏捏的阿辽走了进来 看着他 首领在看看牙子 不由地发出感叹 你要是像他那么丑的话 早就将你杀了 这时阿辽才注意到 此时的牙子竟然是半裸 但就在他发呆时 首领那出了问题 他的手上脸上出了疹子 随即他大声斥责忠实眼瞎嘛 那就是个男人 原来这里之所以不允许男人出入 是因为他对男人过敏 在阿辽牙子二人互相指责时 忠实也惊了 因为明明刚刚没看到那玩意儿的 结果阿辽又开始嘚瑟 那是他自己的秘技 他能将宝贝藏于骨尖 然而首领现在不想听他们说 这些有的没的 忠实也进入状态要去掏枪 结果枪竟然在阿辽手里 是刚刚在床上被他顺了过去 气得忠实徒手就上 可惜被身手免急的阿辽躲过不说 还被吃了豆腐 挟持住他后 已经败露的阿辽要逃了 并对牙子保证一定还会回来 而且也很不屑首领的威胁 因为那样的话自己听了太多了 然后他推开忠实 说了声再见就向窗户冲去 只听一声惨叫 其余三人看他就如同像傻瓜一样 因为这里的玻璃是防弹的 而且首领还十分的纳闷 为什么要带这种笨蛋前来 就这样阿辽他被带进了水牢 就在他懊悔今晚没有机会时 门被打开了 是忠实 不久就要行行了 总之接下来阿辽发动了特殊技能 引得本就看他有些对眼的忠实 来了个临别相吻 然后又是被雕词炫气的一幅画面 水牢里二人吻到了一起 结果阿辽这家伙耍炸 将自己镶嵌在牙里的安眠药放到了对方的嘴里 而且那还是强力的安眠药 与此同时监控室里 牙子换上了新的衣服 而首领则给他看了水牢里的情况 并说明天就让你亲眼见证他的行形 实际上此时的阿辽一直躲在水里 他此时此刻只有一个想法 报酬还没收到 怎么能死呢 天黑了 鸭子一个人看着窗外 唯一的直升机那边有重兵把手 他自己一个人虽然可以在宅地里来回走动 但单凭一人 什么都做不到 不由的他想起了地牢里的那个傻瓜 突然一双手从他的背后洗来 而且是一手无嘴 一手稀胸 鸭子先是一惊但很快 他的双手抓住身边的板凳狠狠向身后砸去 然后回过头竟然是这个家伙 他哭丧着脸说鸭子好过分 明明说晚上一起的 结果自己千辛万苦逃了出来 却迎来这么一击 实在是过分 鸭子头疼不已 让他先安静下来 但这家伙属实是打舌上棍 气得他大锤轮起并质问 难道你满脑子只有那种事吗 玩笑过后 阿辽开始正经商量对策 原来他是故意被抓的 而且在他看来 杀首领是很简单 但麻烦的是那些女兵 阿辽他是个有原则的男人 他是不杀女人的 但一本正经的他被鸭子揭穿 你真心是想把这些后宫里的女人 据为己有吧 被揭穿的阿辽尴尬地做着解释 但说到要怎么对付那些女兵时 阿辽他要展示自己的秘密武器了 然后他边梳边解开裤带 吞下裤子 气得牙子举起大锤 阿辽连忙解释 自己的底裤真的是秘密武器啊 这里面有很多的药品 像是麻醉药 招供药 还有哭当部位的强力安便药 只要拆下它 放入60度热水中 药效就会渗出 而这就是专门准备放在士兵们的食物中的 虽然觉得很恶心 但牙子还是询问 需要自己做什么 而这个阿辽他早有安排 你现在就去缠住他 别让他看到牢房里的监控就行 至于怎么做 阿辽他做出了示范 你不是也有武器吗 再一次 大锤出现 就这样 中士的身影出现在厨房里 站在门口的他要求众人退下 而他将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并要求各分队队长之后到大厅集合 因为首领有话要说 原来是阿辽站在了已经昏迷的中士身后 又一次他的口记立了大功 没人之后 他将药物放入锅里 期间他也自嘲 现在的自己很透风 很凉快 此时此刻 首领的确在监控室里 查看着各个监控 然后盛装的牙子出现 当表明自己有话要说时 首领表示 看完地牢的监控就可以 牙子决说 相较于微缩胶片 你难道对那个让你起寻麻疹的男人 更感兴趣吗 这话可以说就等同于邀请了 首领也不觉得有什么突兀就欣然答应 大厅里阿辽背对着四位中队长 再次利用口记宣布了一个消息 地牢里的男人逃走了 但他一定还在宅邸中 所以接下来就要大家辛苦了 他要求各个小队一小时之内吃完饭 随后总动员借位宅邸 下达完命令后 很不客气地要求他们退下 然而这时候出了一点小状况 有一位队长反而留了下来 不仅如此还扑了过来 急得阿辽只能快速地转身将他拥入怀里 原来这个女人他有个小小的请求 今晚他想试寝 这话激怒了阿辽 那个首领实在是不可饶恕 所以他同意了 但也要求先去吃饭 随后再过来 同时提出自己有被虐倾向 他要求对方一进房间 就要狠狠地踢自己的兄弟 这样自己才能感觉更加的强烈 但阿辽的恶趣味这还没完 他说踢完之后就要咬全身 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心熊熊地燃烧 在队长还有些震惊时将其转身送走 只能说阿辽这家伙太坏了 此时的房间里 首领和雅子喝着红酒 作者站前预热 在问到微缩胶卷时 雅子是故作镇定地调戏说 首先要先满足自己 然而这些只是他的拖延时间罢了 真当对方靠上来时 他已经开始着急 不知道阿辽到底能不能赶上 就在这关键时刻 那位队长满脸幸福地敲门进来 这变化让二人一个放松 一个疑惑 雅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举手白白 留下了一脸蒙逼的首领 但想想又觉得来日方长嘛 不急于一时 然后对近来的队长做出了邀请 门外的雅子是长长地说了一口气 而不远处的阿辽 则一脸坏笑地坐在椅子上 说一切已经安排好 就在雅子准备发火时 房间里传出了重击声 阿辽还不忘调侃 要和淡淡道别了 随后是一声尖叫 雅子好奇到底是怎么回事时 这小子则是一脸的尖叫 屋子里的首领则成了武当大师 甚至脸上还满是咬过的痕迹 在他吓得连连后退并质问 你要干什么时 床上的队长 晃晃悠悠地倒了下去 首领谨慎地上前观察发现 他竟然睡了过去 这让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穿好衣服出门后 他发现 所有的人都已经倒地昏迷不醒 难道中劲了吗 这边的阿辽已经子弹上堂 时间差不多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用正经脸 说不正经话的男人 所以他又一次迎来了 雅子的一技大锤 在这空气的宅地里 首领他望着窗外随方飘扬的旗帜 他很不甘心 为了得到这个国家 自己才活到今天 但是在未完成这一梦想前 岂能让一个老鼠破坏掉 而这只老鼠呢 则在幻想着早早地解决掉首领 随后和鸭子快乐地来一发 但走廊上慢悠悠走的阿辽并不知道 此时的首领已经察觉了他的到来 因为他的脸上寻麻疹又出现了 所以他先发制人对着门就开枪 这能力阿辽都懵逼了 隔着门都能精准地知道自己在走廊里的位置 而这也就是首领的特性 难人无尽 即便是再怎么摒弃宁神的接近 都是徒劳 在阿辽不信邪的想要再试试时 子弹是精准地擦着他穿墙而过 无难阿辽只能转身逃跑 他逃回到了鸭子这里 而鸭子还在好奇 他怎么这么快就解决了 哪知道这家伙手一伸比了个V 竟然是要两次的意思 这次的报酬一次太便宜 至少两次 因为对方可是一个男性过敏症 自己很难靠近 气得鸭子说你是专家 自己去想办法 所以阿辽加价 两次否则不干 这种临时加价的行为 气得鸭子是牙痒痒 但没办法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他 而他们的讨价还价 被身后墙角的监视器 是看得一清二楚 听着阿辽的各种无理要求 首领觉得和这种人渣做对手 自己实在是太掉价 但当他再次抬头时 映入脸帘的是视觉的冲击 那景象美丽很 寻麻疹密密麻麻的瞬间出现 被激怒的首领持枪 找到了二人所在的房间 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那个人渣他已经逃了 但就在他也这么认为时 自己的脸上冒出了一颗疹子 看向牙子后 疹子开始慢慢的出现 原来那家伙躲在了裙底 首领当机立断开枪射击 但真的没有 掀开裙子后 地板上竟然有个洞 这时外边又传来了 那只老鼠挑衅的声音 首领依靠着自己人形雷达的特性 准确地找到了阿辽 但此时的他 简直是辣眼睛 阿辽竟然突发奇想的 要用女性内衣 消除自己身上臭男人的味道 可惜失败 随即他丢下内衣 人也再次消失 而首领则寻着遍地的内衣 寻找着阿辽的踪迹 最终他竟然跑上了天井 此时此刻 连番的戏耍让首领上了头 他一定要一口气 收拾掉那只老鼠 不得不说 此情此景 这个首领反而更美形 更像主角 随后阿辽也如他所愿的现身 他要在这种没有遮挡的地方 来一场公平的决斗 他没想到最后时刻 首领竟然不讲武德 他挥挥手 六个身影出现 吐槽啊 这位绝对是助手画的 北条斯画眼睛 堪称一绝的 面对着六个手持武器的美女 阿辽在头疼 但他也只能反击 一瞬间对面六人的武器被打掉 而更厉害之处 这六位美女 每个人都没有见血 这里我想再次吐槽 这是一个硬伤啊 忍不住 首领竟然认为六个对手 六把枪 阿辽是用六发子弹打掉的 所以他无比自信的 大咧咧的对阿辽举起了枪 结果没想到自己被一枪击中 他还说自己明明计算着子弹的 计算子弹难道不是凭枪什么 当年看的时候 这些小细节都没有怎么在意 只觉得爽快就行 而且首领的死亡 意外的呢 有一面国旗为他陪葬 也算是合适 在阿辽有感而发时 他看到楼下温室里 向自己招手的牙子 终于忙活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这个时刻 当他兴奋地扑向牙子 并大叫着两次时 他又一次地重重地拍在了玻璃上 这里也是防弹的 在庭院里 首领的尸体旁 众人在伤心落泪 但对于那两个入侵者 他们更是咬牙切齿 是要找到他们 而阿辽呢 已经被牙子带离了温室 他现在还因为刚看的那一下 迷迷糊糊的 醒来后看到牙子 更是伸手就要两次 而且是现在就要 无奈牙子只能在 本来就迷糊的阿辽的头上 再来那么一下 想让他清醒清醒 这时走廊里的士兵们 发现了他们 牙子抓着阿辽要逃 但迷迷糊糊的他 却将对方看成是 想向自己投还送抱 所以他就兴奋地赢了上去 但离近后 看到这一群 全副武装的女兵后 他清醒了过来 又一次 坦克士奔跑再现 追兵被吓到的同时 也开始拨保他们的位置 而目的只有一个 格杀无论 幸好这个宅邸很大 阿辽他们躲进了武器库 鸭子还嘲讽到 墙里安眠药 这么快人就醒了 但阿辽还嘴硬地说 四十个人里 才那么几个罢了 就在二人闲聊时 屋子里 眼前的一个人 慢慢地动了 他迷迷糊糊地 看下二人 尤其是阿辽这个男人 但阿辽不愧是阿辽 他兴奋地扑了上去 一把将女兵拥入怀里 并大声地喊着 想念你啊 我好想念你 我就是你青梅竹马的朋友啊 还说自己为了见到他 才豁出性命 潜入了这个男人的近地 但对方清醒了 手慢慢地伸向腰间的枪 最终还是暴力的牙子 将他砸晕 但也很不满阿辽 用这种方式敷衍 结果呢 还是那套话 阿辽他要坚守底线 不杀女孩子 此时屋里的女孩们 一个个开始慢慢地苏醒 阿辽又开始了 一个个的青梅竹马 认亲阶段 结果在一片寂静后 是二人在前面逃 后面是一堆乱射 两人是边跑边吵 当他们跑过走廊的转角后 前面又一个晃晃悠悠起身的士兵 为了防止枪声 引来更多的守卫 阿辽再来了一次 青梅竹马的套路 结果却是位大婶 阿辽也是牛人 立刻改口叫妈妈 这位欧巴桑面无表情地说 自己没儿子 并子弹上堂 当阿辽说认错了人 并叫对方婆婆后 这位大婶是直接破防 随后开枪扫射 因为她还不到四十岁呢 就这样枪声引来了更多的人 二人在大屋里是来回逃窜 总算是逃出宅邸 来到了停机坪 就在二人跑向直升机准备逃走时 一把枪出现了 终是她早早地就挡在了这 当一群人慢慢靠近后 阿辽警告 自己不想杀人 接下来就是二人的一顿 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 随后双方开始拔枪 在战斗一触即发之时 一个声音传来 很耳熟 她制止了所有人 竟然是已死的首领 在现场所有人蒙蔽的行李时 雅子认出了对方 她竟然是刚刚死去首领的哥哥 洛奇西亚真正的继承人 也是雅子真正的委托人 那个叛乱者 似乎也是用了大王子的假名 所以这些人也算是忠实的部下 只能说这剧情 有时候真的是一言难尽 在大王子好言相劝众人不再追究时 阿辽泽捏手捏脚的 要悄悄地溜走 毕竟他也知道 刚刚自己杀死的哪怕是叛乱者 但也是这位的亲弟弟 所以吓得他大叫 不要上断头台 但这位并没有责怪阿辽的意思 反而出言道谢 自己死了弟弟虽然很痛苦 但他毕竟是叛乱者 本应就是死罪 所以阿辽的出手 也免了自己亲自动手的那种痛苦感 随即财大气粗的他提出 你想要什么奖励 鸭子随口一句 他很喜欢这座后宫 阿辽则吐槽 那种东西怎么可能会给啊 然而这位殿下竟然回了一句 只要那东西就行吗 于是就成了这样 阿辽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但阿辽他是个专一的男人 看着眼前的莹莹燕燕 有一件事 是要优先处理的 那就是鸭子的债务问题 哪知道窗外的直升机启动 登机前 鸭子笑着和阿辽打着招呼 急得阿辽转身就要去追 可是刚刚来到门口 就被中士拦了下来 就这样 卑鄙的女狐狸又一次逃掉了 时间过去了两周 逛街的鸭子觉得 那小子应该已经忘记了报仇的事 毕竟这次不是在雪山 而是在一座后宫里 但这活人是不禁念叨的 身后一个骨瘦如柴的家伙 储着拐杖叫住了他 哈辽这家伙 精力旺盛 两周啊 他搞定了四十个人 但即便是腰酸腿软地赶回来 他依旧不忘那两次 好了 这就是女武神鸭子的第一次出场 这几期的内容是在1986年连载的 大家也应该能感受到那种远古的气息 剧情的硬伤很大 但是快四十年了 在水水时长吧 就是中港台地区的朋友们 最初接触的日曼 大都是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在那个没有正式版权的年代 能被引入到国内的第一批作品 无疑都是殿堂级的 他们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那种感觉啊 犹如是初恋 那个手持着科尔特的色鬼 和拎着大锤的男人婆 他们俨然是一个时代的经典的里程碑 和其他的作品一样 那是一个在正确的年代里 所出现的正确的作品 最最与众不同的是常识猎人啊 他在那个热血格斗运动 所盛行的年代里 他开创了一个流派 侠道 当然侠道是好听点的 通俗点的就是枪和美女 而他的定位呢 有点像是少年里的青年 这句话有些变嘴 但估计大家都能明白 但是这就有了个问题 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个说法 就是除了圣斗士 或是龙珠 或是城市猎人 或是犬夜叉之类的 其他的作品都是垃圾 尤其是在十几年前 那个笔石链盛行的年代 这种说法尤为突出 而且很多人都在长大之后 他就不再看漫画了 我身边就有 他们怀念的永远是 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一批 堪称里程碑的作品 这也就是为何我说是初恋的感觉 甚至相信大家聊起 现在的城市猎人 我觉得可能有不少的女性读者 他们的关注点 反而是放到了服饰上 再多说一些吧 我相信能点进来看视频的 绝大部分都是城市猎人的真爱粉 而提到城市猎人 那么天使心就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 天使心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 就是开局的阿湘几天 但有很多幕后的东西 他才造就了这一点 我之前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聊过 战口那些年的办公室内斗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四周完结的这个事故 平心而论啊 三百多话的内容里 关于阿辽和阿湘的爱情 内容很少的 在对战海源之后 相信绝对会有内容风格上的改变 这不是无脑吹啊 你能想象吗 这是一部漫画的人物 而这种变化不是一次 至少是三次 而且海源的出现 就说明北条斯 已经要准备做一些 严肃的或是黑暗的剧情了 但后续如何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呢 又一次的想要提的 就是关于编辑部的问题 三百多话的内容里 作品的男女主 感情发展到最后 一直是暧昧的状态 大家觉得这种不正常 真的是北条斯自己的问题吗 三代的编辑长 西村凡男在八十年代初 就定下了Jump的调性 绝对不像少年三地妥协 绝对不走爱情喜剧路线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 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个时期 咱们耳熟能详的战步作品里 有爱情吗 而这些遗憾 北条斯在天使心里 他都一一地为大家补完 甚至我觉得 阿湘的开局祭天 反而是整部作品的神来之笔 问一下大家 对阿湘的印象是什么 绝对是大锤 然后就是男人婆 但当你看过天使心后 你绝对会认为 她就是女神 不论是剧中人物还是在读者心中 都是这样 而且北条斯在经历了四年的 非常家庭的连载后 对于如何催泪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所以真心的希望喜欢城市猎人的朋友们 去好好地静下心地看一看这部漫画 虽然也有很多诟病 像是人人得绝症 为闪情而闪情 但是对于三十年前就喜欢城市猎人的我们来说 它算是一部补全了咱们心中遗憾的作品 要知道即便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非常家庭 它都需要受到编辑的指导 实际上北条斯当年 真的很有可能达到鸟山明复坚 以及井上那一级别的成就的 要知道85年开始连载城市猎人时 他才26岁 五年后作品完结时 他的水平如何 大家是有目共睹吧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不论是画工分镜叙事能力 甚至年龄都已经步入巅峰的一个作者 在城市猎人完结后的五年里 那几部作品通通都被要斩 直到96年做了非常家庭 结果因为内容不适合少年向 而被挪到了金社的青年杂志上 续续叨叨这么多废话 最初的目的都忘了 看看这期的效果如何吧 假如不怎么理想的话 不能说此事不再更新 但更新的时长绝对会拉长 到时可能就真的是越更了 毕竟 剑锋是工作 城市猎人才是真案 二者总要是做取舍才行 咱们站内的一位同样是八年后的阿普 二叔托马斯 体量比武大 他也只做了三期而已 我最初的打算是在做完城市猎人后 再做天使新的 但现实就是 全职的选手 首先要考虑流量才行 想要坚持自己喜欢的 需要有躺平的资本 最后还是那句话 不会断更 但周期真的可能会一个月一期吧 好了差不多了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下期再见吧 拜拜